确件,职业选手靠的都是天赋 你懂个啥 QQ飞车手游作为一款竞速类游戏 发布至今造就了诸多的职业车手 而其中就有一位被怪异大魔王之称 他就是年轻 在次级联赛大放异彩的他 很快便被QJ战队相中 之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职业车手 然而职业之路岂是那么容易 在次年的亚洲杯预选赛上 过于年轻的他便遭遇惨败 最终无怨亚洲杯 看着拳网对他的质疑与抨击 他并没有选择回应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反正大家都是人 你凭什么你行我不行 正是源于这份强大的自信心 在不分昼夜的练习下 终于在2020S联赛 以3比1的大比分 击败RGM一血前耻 步入神坛 然而魔王之路还在继续 就在正在进行的亚洲杯上 明清横扫多名强力选手 甚至还在新兴火车站赛道上 打出了惊人的1分32秒记录 一路高跟猛进 目标直指亚洲车神 数次的触底反弹 他用实力演绎了 什么才叫做 我运有我不由天 让我们继续期待这位大魔王 在决赛时的表现吧